1942年,日军进攻缅甸,缅甸战事告急,应英国政府的请求,同时也是为了保障中国和国际唯一的战略物资运输线,边缅公路的安全和畅通,蒋介石,以他最精锐的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,踏出国门,远征缅甸,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,于1945年3月,完成打通边缅公路的任务后归国,蒋介石视察即将远征的第五军 200师战车,美军教官训练中方士兵,远征军官兵战术训练,运送伤员到印度英帕尔,远征军换装美式装备,M1钢盔和汤姆逊冲锋枪是换装后远征军的标配,远征的三年间,由于盟友英军的不战而退,以及远征军高层的指挥事务,使远征军被日军包围,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,突围部队一部分翻越引人山艰难回国, 一部分撤往印度英帕尔修正,后转至印度的南姆嘎盟军训练基地,进行集训和更新美式装备,组成中国驻印军迟止反攻。